旧云山市在2022年11月的选举 被视为华裔铁票区的日落区 市议员开票结果暴冷 时任华裔市议员马兆明意外落马 以400多票的差距 输给了非华裔的挑战者 殷加利 Joe Ingardio 这期的市府有约 我们就带您深入认识殷加利 他分享了童年成长过程 婚姻状况 以及担任记者时的经历 来看今天的市府有约 市府有约开播以来 我们到了东湾和南湾 带您探访许多的民选官员 那么今天我们回到北湾旧金山 带您认识一位不是华裔 但是跟华裔社区息息相关的人士 他就是代表旧金山日落区的市议员 殷加利 Joe Ingardio 他的另一半是来自台湾哦 走进旧金山市政府 代表日落区的第四区市议员 殷加利的办公室 就在二楼市议会议场的旁边 在走进殷加利的办公室 只见他打字神速 让人领教他过去担任记者的打稿功利 他接受市府有约专访 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 那么从密西根小镇长大的他又是怎么会来到旧金山的呢 这是殷加利担任记者时期的照片采访当时的副总统 他又以Dotcom泡沫时期为例谈到历史不断重演可以从古至今 当我来到 San Francisco 我工作了一份写写写 写了所有的事件发生 当时的 dot-com boom 当时的第一 dot-com boom 就会发生了很多在我们城市 但是你会看到在几十年代的事件 历史上返回了自己 所以很多的问题 我们在20年和25年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 但他们就会更加进展 或者事情都更加进展 所以我喜欢看历史 从历史上的学习 然后应用这些问题 林嘉丽说采访新闻期间 对于旧金山市府生态和戏剧化非常熟悉 从昔日监督者的角色 转换成身在其中的政治人物 他说心中自有一把尺 反而能更清醒地专注于市议员的工作 那就是制定政策 更好地帮助旧金山的家庭 至于在政党属性方面 旧金山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当中又有很多不同路线 民主党籍的英嘉丽 明确定义自己的政治属性 英嘉丽虽然不是华裔 却与华裔社区颇有渊源 这个渊源不仅因为他代表日落区 其实是从自己家庭开始 英嘉丽透露 他的另一半 Lionish在台湾出身长大 到美国攻读硕士 从而留下 他们2015年在旧金山结婚 之后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 又到台湾登记 他的中文名字就是配偶帮他取的 英嘉丽说他代表的第四区日落区 有53%的人口是亚裔 当地居民最关心的就是公共安全 公立教育以及小商业发展三大议题 他自进选以来就持续关注 其中又以公共安全为重中之重 在宋宋室 关注区 中文明的主要问题是公共安全 中文明的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人们不觉得安全 我们不觉得安全 我们需要这种基础的 我需要有这种基础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所有的 其他事情我们需要做得到 所以公共安全是第一个 我做了很多事件 我做了很多事件 做了很多事件 都要提升公共的 我的部门都会 和我前几个人的 至于整个旧金山都面临的无家可归问题 虽然日落区的情况相对较好 但也出现一些零星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殷家利表示 居民如果发现有关问题 可以和他的办公室联系 会协助解决